随着世界卫生大会的召开一天天临近 美国近来为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说向的力度不断加大 甚至还加码声援台湾加入联合国 民进的当局更是得意忘形到开始编造国际谣言 说什么联合国1971年2758号决议只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 与台湾没有关系 也没有赋予中国在国际场合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 所以世卫组织应当让台湾全面参与到该组织和世卫大会 对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卫组织 民进党当局可谓是又爱又恨 明明自己心里非常渴望入群 但是却又因为世卫组织按照国际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办事 而气急败坏到对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人身攻击长达三个月 如今跟着美国主子安前马后身先士卒了这么久 民进党当局总算是得了点回报 所以志得意满的民进党当局开始说胡话了 这一回他们造谣的对象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对此回应指出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从政治法律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包括世卫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联合国多次重申 将坚持按照联大2758号决议处理台湾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遵守联大决议 世卫大会25.1号决议 重申了联大2758号决议 这都是铁的事实 不容置疑 一个中国是铁一般的事实 更是国际公认的准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在国际场合代表全体中国人民 当然包括台湾人民 民进党当局利用疫情在国际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却屡遭国际社会打脸 要知道 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 就是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而且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 确保无论是在岛内还是国际上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台湾地区都可以及时有效的应对 民进党当局需要反省的是 台湾为什么在2009年至2016年能够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但是现在却不能了呢 正是因为他们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才导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这个责任完全是在民进党当局自己 如果他们再继续让防疫议题政治化下去 民进党当局就不只是一笑国际 更将会是一臭万年 熊华两岸快乐视频 我是李璐再会